這裏就叫做中山廣場 不過我可惜香港大學前身 這個西醫學院就叫做李嘉誠醫學院 為什麼叫做李嘉誠醫學院 因為李嘉誠答帥 就是這麼簡單的東西 你一定要用它的名字來命名 其實西醫學院應該叫做中山學院 西醫學院是孫中山求學的地方 1923年 孫中山重返香港大學 在旁邊的陸友唐建國 他說我為什麼會成為一個革命者 就因為我在香港求學的時候 發覺這個地方 在英國人統治底下 竟然是理智清明 人民生活安和和美 但是和香港只有紫尺之遙連 在香港的中山我的家鄉 和中國的內地 人民的生活是非常貪腐的 貪污負財 在滿清專制政府統治之下 中國人民的生活是很艱難的 所以它就產生這個所謂革命的思想 為什麼我們不可以有改革中國 惡政治的思想 這個想法就是在香港求學的時候 所產生的 所產生的 甚至在香港逗留 它在這裡和很多朋友 組織一些論證團體 富人民社 在那裡論證的時候 它由改革的思想 變成一個所謂 香港大學的同學 是否應該是語有為言呢 只是在這裡叫中山講唱片 每次都看不到中山兩個字 今年是辛亥革命一百週內 香港和辛亥革命的關係非常密切 就不像最近有個蛋頭學者 叫沈鹿輝與武倫斯 在抹黑孫中山 和辛亥革命 有時讀過兩篇洋書 是吧 奠章取義 拿下那些翻鬼佬的意見 然後就醜化一下這個巨人 是吧 代表我和造神 So what 要講歷史 大佬 孫中山在香港 在1893 不是1883 1892年這段期間 是吧 他在香港 即是引用到這個所謂革命的思想 結果是身體力行的 大佬 香港是辛亥革命組織的起點 剛才我們提到富人民社 所謂四大構 是吧 就在現在中華的歌富街那裡 楊耀記那時候叫做 就是幾個人在那裡 大放決辭 第二 鄰政在英國人統治下 可以保護你 罵下滿清政府 是吧 全部都是 然後譚香山 興宗會成立之後 香港就成立興宗會分會 就跟富人民社這個鄰政團體下 本事就變成一個革命團體 因為革命組織是這幾個 第二 香港是革命宣傳的重鎮 第一張革命報紙 我們研究中國報業史的資料 中國日報就在香港創造 現在的錄議查室 就是中國日報的糾字 香港又是辛亥革命 這個起義的基地 在廣州很多次起義裡面 其中有相當多部分 是由香港找些軍火進去 我記得在1989年7月 六四慘案之後 《人民日報》發表一篇評論員的文章 標題就是 《香港是反中亂港的顛覆記憶》 1989年7月 小弟在專欄裡回應這篇《人民日報》的文章 我們的標題就是 《香港從來就是顛覆基地》 從西海隔壁講起 香港就是顛覆中國莫正寫的基地 共產黨也利用了香港作為基地 去顛覆國民黨的措施 國民黨也曾經利用香港 作為顛覆當時大陸那些日本的聯合 即是被日本佔領的聯合區 是吧 最有名的陳策將軍 就是靠香港去保護他們 這些歷史大家打開去看一下就很清楚 香港從來就是顛覆中國國政治的基地 即使回歸之後 實行一國兩制 都有黃毓民之流 這種反中亂港的人 在那裡企圖顛覆中國的惡政治 是吧 所以香港從來就是顛覆中國惡政治的基地 該自豪欖呢 理論上就是香港的民主 現在當然不是 香港大學都是記者的 他們是老師學生 是吧 所以在搞摩托蘭人而來越多了 我們很開心地開始 最好可以坐在這裏 不要這麼難看 我今天帶了兩篇文章來 一篇就是 從辛亥革命與香港 看中國民主發展之路 我們看辛亥革命不只是回顧 而是前瞻未來 為何共和國一百年都還沒有民主 是吧 1911年推翻滿清專制 結束中國二千多元的帝制統治 變成一個共和國 由一個帝國變成共和國 form of state 轉變了變成republic 但是一百年的republic 人民可不可以當家作主 在中國大陸三十八年 在中國大陸三十八年 中華民國國之不國 因為年年內戰 其中八年是日本仔殺到的 是吧 1949年 國共內戰 國民黨敗走台灣 中華民國在台灣澎湖 金門馬祖 圓歌不至於 到現在62年 中華民國建國一百周年 根本是 在中國大陸 1949年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 又是共和國 到現在62年 我們看看這62年的共和國 是人民的國還是共產黨的國 毛澤東當年如果不改國 現在的中華民國政府 就變成了牛郎政府 他就改國 將republic of China 改成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這個即是隨腐放屁 是吧 喂 中華民國republic 當然是人民的國 難道是君主的國 為什麼要加人民兩個字呢 是吧 你加人民兩個字 當時有共和國 那不就是隨腐放屁 是吧 但是呢 他是要改姓疫號 大哥 他不是說 換了一個執政黨 我堆壞了國民黨 然後我共產黨執政 我國豪變 他不是的 因為當時仍然是 蘇共卵液底下的中華人民和國 是吧 那時候還聽過蘇聯老大哥說 是吧 所以大家看看這些歷史 這62年 這是人民的國 這是共和國 那共和在哪裏呢 中國大陸一部電視劇 叫做《走向共和》 有一段最敏感的那段就剪了 大家上網去看看 是吧 是